現在我們介紹如何折出速度的倍速的角度 首先我們將一張正方形的紙張對折 對折之後展開 再將右上角對折到折線上 這時候我們會看得到直角 60度 30度 那為什麼這位是30度呢? 我們在這邊先做一個簡單的記號 把它展開之後 做一個連線 如果這一段是1的話 那麼我們剛剛對折的關係 這一條線就正好是正方形的邊長 所以它是2 因此它滿足了直角上角形 1比更號3比2 因此這個角度會是60度 那我們對折之後 那它的角度當然就會是30度了 接著我們將左下角往上對折 讓它跟剛剛的上角形 一邊是重疊的 重疊完之後 我們會得到這是15度 直角 還有75度 接著我們將下面這個上角形 往上折 往上折完之後呢 我們依然得到這是直角 這會是60度 而這個角度會是30度 從這邊我又可以看到 上面的15度跟30度合起來 45度 而我把左邊的上角形展開之後 我會得到這個角度 150度 同樣的如果我把下面 最上層的這個造型把它翻開 我會得到另外一個角度是120度 所以它完成了15度 30度 45度 60度 75度 90度 120度 跟150度